好像没记错的话他还在上学 上学是肯定还在上学 然后年纪的话 好像还没成年 对我不能乱说 不确定的不能乱说 来看一下 这把刀古董调酒杂技家佣兵 这个皮肤有点 beautiful 有的beautiful 你这个喜好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人家都喜欢腹肌 你喜欢这种的原来 你好这口 这个还有点 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啊 interting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英语不太好 有趣 非常地有趣 那就interesting吧 是啊 interesting 啊 interting你这个缩减了一下呀 他用兵也大帅 他在叫 他在等技能 对对对 我也好喜欢找用兵啊 他不着急 他这波应该是阳攻 他在等技能 他应该是阳攻 我觉得他技生应该不会阳攻 技生得追的吧 呃不不不不不一定 他要双控场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他 这个是他 这个是他这 诶得会儿 他真是要用兵啊 可以喝酒 我还要参与你 强行杀了 但是没信徒了呀 直接放狗啊 吞薄命嘛 大徒吞薄命 打死我 哦 哦 他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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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上人上 这边狗咬住 肯定能倒 除非 梦内预判他的狗 然后弹罐子 他太难了 说实话 没电视 这个没办法 对这个 这个不太行 罐也不弹了吧 到时候 别招了吧 都别招了 他就把26个 他就把26个 对不用教道具吧 26个 他还要再补 信徒 哦这样的话刷新一下技能 哦 可以再补一个信徒 古董商想过来打架 但其实密码机还好 已经快两台半了 但是傭兵有户币 如果说古董商 这边再补一个信徒 我给古董商 然后他这边信徒有狗 我估计他人挂上以后 第一时间会放狗 有没有这种说法 对古董商那边被通缉了 没两个人一起来 感觉是牛的角度 不过还得救下来 因为就来古董商 确实有没天改变的 古董商不过来 那条斯一个人救 条斯一个人救的话 感觉压力很大 这边有狂暴刀的 天飞轮破轮了 能切 打 想要用剂身切散 对对对对 这波不着急 先把人挂上再说 再补个信徒 好了 现在常常4打4了 这没有博命 这一波就是刷血条 这个很难 优秘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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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没有机会起一刀 跳好球 往回走 撤了 苗头不对 直接撤退 我有被轮 把这 我先保一下优秘的状态 没问题 先让优秘不倒 然后这样子去调老师 去保一下调老师 打一刀 四人全踩 这一波的话 他只要能形成击倒 他只要能留个人 这把应该是多抓了 他只要能留人 就多抓 好这边讲的 这边讲一个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的小细节 他这波切闪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吧 跳过放狗冬怪 哦你知道呀 我还想装个屁 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 这什么 什么跳过什么 我忘了 我忘了 原来你们都知道 哎呀我这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们知道就知道 哎呀这 一点都不懂人情事故 让我装个 我都没装起来 这个密码机 已经補好久了 密码机不是自己会修的吗 好了 又命过来套个薄命 球者确实还在努力 但是对于女巫来讲 他手里面一定会 一直有人的 还有一个 哎呦 已经特地崩了 基本打不了了 崩了结束了 跳久还被通缉了 打不了了 这个局已经打不了了 要贴点上过来秒救 那边两个要抢机子 好在现在是 就他的那个女巫 他的打法而且非常多 就他今天的打法 是我之前好像没怎么见过的抓佣兵 他之前有一套打法 是他给我单独讲解过的 就是他把信徒挂在 那个一个救人位上面 比如挂个大副上面 然后然后他是干嘛 他是本体狗加上原生狗 去抓另外一个人 然后就上来就打控场的 很有思路啊 对对对对对 他的乱打直就给打断了 出败率就是 他打得太好 他思路上很 很新兴 但是 反正就是给人家打懵的 球者被打懵的 对 就是你的节奏 跟不上他的节奏 其实现在他是人类的能力 之后卖了 其实女巫现在没接受 你别说确实啊 其实女巫现在没接受 毕竟你底下切过伞了嘛 好像女巫现在控 控 这个局全转还是能保平的 有机会 就看骨折这波能切多久了 就好能多久一会儿 保平 要闪现哪一招吗 不着急 想用替身过来 确实啊 他们这边状态补给来了 他没节奏了 因为他第二波条老师吃东西 可以原生跟上 然后闪现把他们表了 但是你除了条老师 共三个杂地一定能补状态 看这波闪现 有闪现 在骗都在骗 哎呦 漂亮 哇他做到了 他做到了 哎那这样的话 真的要平了 但不一定 还不一定 这边吃个技能可以强点 说实话没必要走 他如果给他补技能可以强出 能开 再去能开 他再去比条老师怪 还压好的 那你给我补技能知道 你本身在路上就直接开了 加的话就是 加电机可以考虑直接开了 因为他现在技能刚给过 我也觉得可以直接亮 他闪现也刚交掉 哎这个局 中间是 条老师怪给压力太关键了 你只能去出一条 你那边起点两个就管不了 平局类 可能是平局了 他管不了了 他管不了这边门了 太厉害了 两波九把状态打回来了 会不会三跑啊 他如果走过 三跑应该不会 他就没道具 嗯 他真的有踢脚 不好说 他有来个户外 我感觉是要 他走备了 他走备了 没跳下去 他是不会跳的 如果有户外 他就要三跑了 飞轮 飞轮 他那边门还没点 他就没了 聚聚打了 飞轮交掉了 他怎么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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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挂他 那边能够击停了 哎 这个局平 平凡准准准可以接受啊 完全可以接受啊 完全可以接受啊 前几 他 中间密码机停了这么久 中间是一个崩子的情况 对 哎 刚才 那 你们 我们三个老六都在说 啊 四抓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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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中间一波节奏 我都没有留意看清楚 我都以为真没了就 说实话 还是感觉那一波 他就是把古董商给挂上去之后 感觉没必要去理调久 应该要立刻切信毒散去杀傭兵是最好的 上马那个局如果是排位一定是抓的 打算对吧 应该是 不是不是一定是对对 肯定是抓的 因为那个局 说实话 球者这边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沟通 打不了的 哇 这屏股好笑 五天烈 他抓心理学家的打算 嗯 抓心理 我以前的理解是什么呢 女巫 他有两刀 但是没有第三刀 所以抓心理的节奏会很慢 这把而且求人者这边的话是双博命飞行家 那他有什么一刀呢 啊 对平地如果起一刀的话就是有三刀了 而且这把还有一个 那手部在包夹一刀 这个点位很差呀 包夹一刀你得是原生刀才行 你这个寄生刀就不太行 这边放狗还可以再拿一刀 对寄生刀你得是 又刷新了一刀 那对你放狗 那你是放狗起一刀 然后刷新了以后再补上信徒 然后再包夹 这个整个击倒节奏是要三台击的 他很细节没有召体咬 等一个延伸过来 哦 但这边可以卡一个吧 有飞轮吗 哦好改参啊 主位的 哦呦 哦呦 这个飞轮 这么敢玩吗 但是应该还是还是要吃刀的 还是要吃刀的 他就抢这个 他这波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给你说一个很细的一点要不要 要 说 他这波玩两秒钟三秒钟速伤 恐慌叠下的 出来的时间更慢 能再继续修快一点点 哦还有这说法 这就是细节 每个人只3% 现在有恐慌你看 再给一个寄生 哎 这个寄生 这个是寄生 不想打不想打不想打 隔壮刀有 打到了 哦呦 这波 吃寄生刀 对球者来讲就血断 但不是的话 女巫还能打 翻台 对 这一波呢 如果说吃寄生刀的话 他女巫等于说单信徒啊 这 现在通级到这飞影家中场的密码机 拦不住 拦不住 飞影家来救吗 飞影家来救吧 应该是 已经到位了 飞影家还捡了个圈 知道你可能这边会补我信徒 所以这边也挺能做的 你看他163台 他要打一波卡位吗 直接打 这边要有切闪打个双岛 他打心理 打心理 他心理不限拉走 但是有寄生 这边可以考虑切闪把飞影家带 对对对 他一定要切闪把这个飞影家给抬了 这局飞影家不处理掉打不了 他在套 他在套你 他等飞影家趋到差不多快的时候 再切闪把袋子 这是最完美 三分解军 拉拉真嚣张 拉拉无所谓的呀 你这边你能打得到我一下 我手里面双加速飞轮 这边要切闪 上飞影家了 飞影家得拉开很远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飞影家如果不倒 我感觉私人开门战 不过好像机子还是不够 对对对对 这机子不够 我觉得穷着不要硬打 他现在应该是压好的虚信 对吧 对吧 哎我有一说一 我有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预感 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啊 细说 我觉得这把琉璃要四抓了 我也感觉 有可能 因为电影就是他太多了 拉拉比较好 这个心理肯定走不了 挂飞 然后外面的话 你又要消心图什么的 而且这套阵容干嘛 那可消耗的 飞影家的道具 什么人铲子可消耗 拉拉要过来打团 拉拉打团了 那赶紧投中开 赶紧投中开 赶紧投中开 多快了 哦 完了 这边切伞给带走 赶紧带走 赶紧 给我倒 阿闪 好了赢了 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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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节奏就整个脊梁谷打断了 因为他挂飞一个再挂一个 穷着密码机不够 倒的位置不对 心理学要倒的位置应该往双十一的方向去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就这波的话 他们倒的一个方向 其实干扰到他们的密码机太多了 对拉拉被干扰了 拉拉从大船跑图过来 导致他只能过来强劲打团 他会变成修名吗 挂地 打女无导的位置太有讲究了 这把应该是难 不行 拉拉队员到现在一直在挂地 你知道吗 他一直在被赶 对对对 他没办法 就你你确实打不了我 但是我确实打不了你 对拉拉队员 但是我也你也没办法修 哎呦 能救 接下来什么人叫铲子 这边的话追谁 拉拉好像打不了 但这什么人这个铲子 我觉得可以打掉吧 两个人压在这边 好的 这什么人搞的 什么人也走不了呀 你什么人能走的了 飞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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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需要飞银家来天秀了 他可以用那个大喷 就是喷 然后大喷 然后再这样 然后再秒喷 这个时候 啊 我看到我这些比赛里面看到过这个操作 对对对对 唯一的机会有飞银家 但是但是但是还是 他被赶了 没用了 已经是死绝了 电机的大喷 根本修不到 上都上不去 这打 打女无真的 确实我觉得 老七讲的最有道理一点 就导的位置太讲究了 你但凡就是 你给女无一点点机会 这不就是导那台机子 导的拉队要挂自己 电机永远不过 他没有压力 对好漂亮 所以要是把他挂上去 二挂 我两次再点 那他就有压力 哎呦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四抓来了呀 完了 接下来不会两把四跑 呃我觉得啊老七我预测一下你今天第一把三抓第二把平局 你这么能这么看得起我啊 那必须的 两把四抓 四抓有点难 今天球者状态有点好的 差牵过去 可惜了 有点可惜的 因为前期确实抓心理 在我看来啊 女巫开局抓心理 真的 节奏怎么算都是亏 可惜了 导的位置他们沟通的不够 没有 哎呦 我们把那个老板 这女巫的本体也可以玩礼炮 但都没礼炮出来 什么玩意 老板已经联系上了 老板已经联系上了 老板我已经回关你了 到时候我们私下联系啊 有没有两个 我感觉这把有机会走一个 没机会吧 他全没上 他也是出现过的 不要放弃希望 你三信徒 对吧 啥打 独一下拖伞就行了 无所谓 只要飞银家可以预判一个闪现 然后手部人再预判一个闪现 你怎么不说只要女巫挂机呢 我觉得这个局不太能跑一个 给他通过了 给他通过了 给飞银 哦 通过了 不通过了 闪现 预判闪现 来了 他手里三喷 他到现在一个喷都没教过 你预判到吗 你做到吗 说不到 那边外面起机子 哎不过球尸德打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啊 他们 他也要爬出去一个 不是 好像他管不住 两台电机离到太远了 他不好控 对 而且而且在船上 他被放进去 这也能控制 哎 飞银家把这个信徒去掉什么机会啊 你别说 你现在什么人需要拖 拖到飞银家把他去掉 你拖住 不是 这还有翻的可能性吗 你别说 反正我觉得密码机好像有机会啊 恐怖人现在可以去开第三台 他最好就开第三台 哎这 那好像没了 这边闪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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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帮飞银家啊 给飞银家拉开距离了 这个差了哦 哦 这么个意思 然后让飞银家那边抢起 但我觉得飞银家这个镜子起不了 起不了 不会给机会 但是飞银家 哎飞银家就要喷赶过去 哎这好像 能开吗 能开能开能开 他们没有放弃大帅 真的没有放弃 密码机点亮了 闪不了 有加护闪不了 没闪现身位 要先给熟悟人上 那熟悟人是个白板 而且飞银家这边的信徒被消掉 才消了30% 不行没用 感觉还收集 这边有个板子 去那个小板子 最后都不会用 两个信徒过来了 怎么办啊 有闪现啊 还是死 域板闪现该来了 飞银家那边得去信徒 他不能进行熟悟 对 他这里好像是觉得单信徒 就能接到熟悟人 熟悟人是个教自己吗 没啥 域板闪现 飞银家地层压好了 他们现在两个人驱得很快的 因为死 淘汰了两个人 对对对对 驱是驱得很快的 但是没用 我这边在等闪现 对啊 域板闪现 他除非这个闪空 我说实话 除非这个闪 域板闪现就是关键 就守护的这个闪一空 他就有机会跑一个 但不空 不不这个闪空了 因为会平局 因为飞银家已经压好了 这个闪空了可能会平局 要死了 没办法了 不会就死了 而且飞银家那边 我感觉也走不了 飞银家压好了 原生已经过选了 原生过选了 他原生赶到一半了 这里 有机会吗 大帅 我这有机会平局 他原生停下来了 他原生停下来了 不可能吧 卧槽 难道 卧槽 难道说 这些都是压好的 那边的话 守护人是不是有个地窖啊 没有闪现 能跑 我跑一个了 大帅 完了有闪现 哎呀 找到了 不是守护人这边 是不是已经在地窖口了 哎 跑了的话平局 跑的话平局了 我天 我真的不放弃 我真的不放弃